大家好,我是欣悦 黄豆你还在打豆浆喝吗 今天我们就不打豆浆喝了 来分享一个比豆浆更加简单好吃的做法 首先我们准备适量的干黄豆 把里面坏的给它挑选一下 然后倒入一大碗清水 让黄豆浸泡在水中 我们下手给它抓拌一下 洗掉黄豆表皮的脏东西 然后把清洗黄豆的浑水给它过滤掉 再次倒入盆中 我们再次倒入清水 让黄豆在清水里面浸泡两个小时以上 把黄豆彻底的给它泡发 现在我们黄豆已经泡发好了 每一个都骨骑变大了很多 而且每一粒的黄豆都吸足了水分 这个泡好的黄豆用手轻轻的一碾 就可以碾开像这样就可以了 我们在泡黄豆的水中 像这样简单的搓洗一下 把这个黄豆给它搓洗干净 把水分给它过滤掉 我们把控干水分的黄豆倒在料理机中 加入150克清水 能刚好摸过黄豆就可以了 然后盖上盖子 直接把黄豆打碎 打好以后就不用过筛了 直接倒入盆中 在里面加入一勺食用盐 少许13香 加入适量酵母粉 两勺白糖 促进面粉的发酵 我们先用筷子顺时针搅拌均匀 搅匀以后呢 浆在盆中静置三分钟 三分钟以后 在里面加入适量面粉 这个面粉呢 一定不要加入太多 我们分多次少量的添加进来 用筷子顺时针给它搅拌均匀 面粉不要加入的太多了 多给它搅拌一会儿 最后我们搅拌成像这样的 稠气度就可以了 最后搅拌至盆中 无干面粉像这样的状态 扣上一个保鲜袋 给它密封起来 放到太阳底下 或者是蒸烤箱里面 发酵一会儿 发酵至两倍大 去小菜油里面 跑上几颗小葱来切一下 先把它的根地切掉 再从中间对板切开 直接切成小葱短 切好以后收入碗中来 在葱花里面加入一勺小苏打粉 大概两克左右 再加入两勺的五香粉 我们先用筷子搅拌均匀 葱花和小苏打的结合 在收热的过程中呢 不容易氧化变色 搅拌均匀以后 在里面加入一勺面粉 再次搅拌均匀 把这个葱花捞捞地被面粉包裹住 像这样就可以了 再淋上20克熟油激发出香碗 用筷子快速搅拌均匀 哇好香啊 像这样就可以了 先放在一边备用 现在我们黄豆面糊已经发酵好了 先把上面的保鲜袋给它打下来 面糊发酵好以后 里面全是这样的蜂窝组织 现在的天气呢还是比较炎热的 放在太阳底下发面 只需要10分钟左右就可以发满盆了 然后把提前准备好的油酥面倒进来 用筷子顺时针搅拌均匀 快速地盘干净里面的空气 同时呢 让油酥面和黄豆面糊均匀地混合在一块 像这样就是可以了 电面冲提前预热 预热好以后直接关火 让锅底保留余温 这个时候倒上一点食用油 先用刷子涂抹均匀 然后把搅拌好的黄豆面糊倒入锅中 用一个小铲子先整理一下 让面糊铺满整个锅底 烫成一张大饼 铺平以后直接盖上一个高一点的盖子 让其在锅中二次醒5分钟 时间到了 我们打开盖子来看一下 二次醒发以后 提及明显变大了许多 直接开大火来烙制 现在就不用盖盖子了 中途呢 我们打开电面上的上盖 中途呢 烙制两分钟以后就已经定型了 我们直接打开电面上的上盖 这样下火再来烙制三分钟 全程烙制五分钟左右 这个饼呢就已经基本熟透了 打开盖子就可以清楚地看到 现在这个饼子呢已经两面金黄了 再次盖上盖子 转成最小火烙制一分钟 准备一个干净的小碗 在里面打上一个公鸡蛋 用勺子把这个蛋黄捞出来 把蛋黄转移到另一个碗中 用小刷子把蛋黄倒散 像这样就可以了 全程在锅中烙制六分钟左右 我们打开盖子 哇好香啊 现在这个黄豆饼呢 已经完全的熟透了 在表皮刷上一层蛋黄叶 增香的同时颜色也会更加好看 撒上一点白芝麻作为点缀 再次盖上盖子 焖一分钟左右就可以出锅了 直接关火就可以了 时间到了 我们打开盖子 香味铺鼻的黄豆饼就做好了 用铲子按压下去可以立刻弹起 像这样就是烙制熟透了 我们想办法出锅 出锅以后趁热放在案板上 这样做出来的黄豆饼呢 两面焦黄 我们用刀切成小块更方便使用 最常规的切法呢就是一个饼子切成八份 像这样我们黄豆饼就可以开吃了 切好以后摆入盘中 非常美味的黄豆饼就做好了 黄豆呢不要总是打豆浆壳了 这样做出来的饼子呢 当做早餐来吃就可以了 上锅七分钟就可以做熟 这么满满的一大锅 足够于大家能吃了 吃下去呢有着非常浓郁的黄豆香味 其中还伴随着葱花的葱香味 真的是太好吃了 这样做出来的黄豆饼 非常利于人体的消化 多吃一点也是没有关系的 创作不易 您的每一次点赞和评论 都将是我们不断成长的动力 点击我的头像还能看到更多 家常美食视频 我是心愿 我们下期再见